中印双方就边境问题继续会谈 印度人想撤军是真心的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晓飞 中印双方的军方的会谈呢 已经谈了第八楼了 马上谈第九楼 我们看到公报呢是 大家说的还算面子上有点客气 双方要积极的保持这个交流 保持沟通 能够寻找一个双方能够都能接受的 脱离接触的方案 那说明什么问题 双方的接触还在进行 没有脱开 但是印度人很关心的是 怎么能够赶紧脱开了 当然这里边有些新闻报道 比如印度一些媒体说的是 解放军答应了向东撤 印军从哪往哪撤 但是这些媒体自理的说法 多多少少点梦幻 这个梦幻里边呢 好像还想做梦占解放军大便宜 不过不管媒体怎么讲吧 看来很多人觉得 印军到了时候该往后撤 应该是一个规律性的活动 因为每次发现这个中印的冲突 对峙也好 一般都不会坚持到深冬 坚持到太冷的时候 印军的防寒能力 后勤能力全都跟不上 咱们以前也说过 说过的营房都没法一样 我们这边阳光房 印度那边呢 是板棚窝房搭帐篷 印度人展示的帐篷 大家也知道 号称是野战防寒帐篷 但是野战防寒帐篷 你能不能够比这种真正的这种 钢筋混凝土的 或者是那种采暖房 阳光房建筑的 比较 根本比不了 而且最近有个照片 大家也能看到 解放军那边呢 营房里边 在哨所里边 前沿啊 解放军战士军是吃着火锅 唱着歌 不仅吃火锅还烤串 我们就把火锅也好 烤串也好 这种待遇放到那一线了 就是我们巡逻回来之后 我们可以在暖暖的房间里边 想到这种待遇 印度那边呢 也有照片出来了 两个印军士兵 躺在他的那个帐篷里边 穿着是那防寒服 浑身上下的这种冰雪感觉 真是银庄素果 分外妖娆 大伙一想 这冰凋帘呢 印度开始继承着传统了 出现冰凋帘了 那么如果印度人不考虑脱离接触 接着熬下去怎么办 现在十一月 马上就快进入十二月了 而且那高原的地区 海拔那么高 那个气温可不像这大陆里边 可不像是内地里边 那个冷的程度 恐怕你不是在防寒外套 或者是防寒帐篷 能扛得住的 再扛下去 印度方面不仅仅是个冰雕边 冰雕连 弄不好冰雕营 冰雕团的出现 怎么办 只能撤 那么撤的时候 又要考虑面子问题 你不能跟我说我太冷了 我撒几就跑 这面子他也卡不住 所以现在一定是要坚持的 跟中国谈下去 争取在短时间之内 放出一系列的风声 不管是跟美国援助也好 是我们态度怎么样也好 一定要放出一个高调的 要求中国撤离 但如果中国坚持不撤 怎么办 那恐怕结果会非常好 打印度打不起 撤面子上过不去 所以只能是争取在 第九轮谈判过程中 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让中印双方同时 分批 分阶段 从对质前线往后撤 但是核心在于 中国真的想撤 我们愿意 把我们良好的条件 把被浪费掉 恐怕我们也不愿意 那么我们目前已经 当时机控制线周围 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应该是能够保持一些 日常的虚弱 因为我们新的抗航设备 也大了 而且比印度的不差 甚至有些设施来讲更好 那么我们保持前沿存在的能力 要比印度强 特别是我们算前沿的施工 能够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重装备上得来 我们大型的车辆 工程车辆都上得来 那么我们前线的整个住房保障 供卵保障都不成问题 这是印度人根本没法实现的 所以我觉得 未来在中印边界这个地方 到了冬天 按照今天的条件来讲 解放军跟印度玩耗起 也应该耗下去 随着什么耗下去的话 印度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把人放在那 跟解放军对着干 看谁能扛洞 看谁衣服好使 看谁的帐篷和房子更保管 要么你就撤离 撤的是过程中 恐怕你控制的这些部分 在将当长时间之内 你是无人把守的 如果这个时候 解放军把这些地方 一个一个占了 形成我们新的优势的话 你印度军队如何向国内解释 而且不仅仅是中国这方面 巴基散方面施加的压力 印度也不得不去担心 不仅是这个中印边界 西亚层冰川那边 也是不断的要有冰凋链出现的吧 所以按照目前的这种情况来看 印度这边把自己的战端开启之后 目前没有一个控制能力 他们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威力 太高估了自己的威慑力 以为解放军在印度的威慑面前 十几万大军面前会怂一下 但是没怂啊 解放军不怂 印军就不好下台了 按照中国的兵法来讲 你做任何行动 前面有个妙算 妙算胜能 你才有大的把握 你妙算都不胜 打着一仗就极其忙碌 从解放军和印度的对视来看 印度军队的老毛病 还是没有改 冲动性 只要我今天想起一处就试一处 62年印军之所以打得那么惨 跟考尔中将的这种冲动性表现 不无关系 到今天这么多年下去了 这种冲动性的这种行为 还是如此的频繁 可见这支军队这么多年下来 没有真正的成熟 军事专家宋小军曾经说过 印度是一个被彻底非工业化的国家 那么我们是不是今天也可以看 印度军队的整个作战参谋体系 仍然是一个非现代化的军队 像这样的军队 如果真的上了战场 恐怕未来给印度人民造的麻烦 会远远高于给中国人民制造的麻烦 那好 关于印度是不是真的想撤军 他为什么想撤军 还有印度的冰雕士兵 是不是会继续的 银庄宿国要好下去 我们今天说到这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时间再见 我们下时间再见